整首歌 作曲jes Fat Why don't you come 1 over Valerie 原来爱笑的女人最危险 那 但是 哦 这个镜头不会卡掉 大家好 我是莫凡馨 追踪你的国民欧坝 一起成为虞乐C位吧 我現在要彈的是 我從小就很喜歡的一首歌 是Amy Winehouse的Valerie 是Amy Winehouse的Valerie 從頭到處的 Val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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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Valerie 謝謝Amy Winehouse的Valerie 原來愛笑的女人最危險 下寫進腦海裡的灰塵 佔據所有集體空間 連雲端雲酸都不理解決 原來愛笑的女人最危險 有沒有邏輯打亂邏輯的世界 AI只會任何誠實語言 都寫不出這樣 動人的情節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OK OK 其實林與一的創作理念呢 就是 我綜合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然後可能 就是它是在一個理性與感性的衝突下做出來的作品 因為 零跟一 其實在我們理工世界是代表 我忘了夾紅洞了 理工世界代表可能是 任何事情都是由零跟一組成的 那 但是 這個鏡頭不會卡掉 但是 理性與感性 衝突下做出來的作品 是因為 零跟一其實也代表理性與感性 我自己本身的兩個極端 所以我在創作的時候其實 雖然是有一些理性的架構 但我也放了很多我感性的世界裡頭的東西進去 那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種的風格啊 比如說有藍調鄉村 或者是一些復古風 因為我個人是蠻老靈魂的吧 所以我就是會 專輯裡頭會帶有一些復古的東西 那也真的很謝謝就是製作部的建林老師跟阿熊 就是他們 幫助我很多 不管是在寫歌上面還是 就是 可能在 辭曲的一些意見上面 我大概還剩幾分鐘 其實在音緣巧合下就是碰到建林老師 我才不知假作 絕對不是因為我講到建林老師才假錯的 就是 我在音緣巧合下就是 建林老師聽到了我的demo 那他就是決定就是說 那就給這個小夥子一個機會 一個任務 就是如果能在兩個禮拜 瘦5公斤寫40首歌 那他就給我這個可能發片的機會 那我當然一聽到 哇那當然就是好好把握 能跟大師合作 那後來就順利完成這個任務 那他第一次聽到我的歌 他就只是 我記得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 就是 你歌真的很老 你寫的歌 因為我就是比較老靈魂 所以他也幫助我就是去 他也說其實不一定是缺點 就是幫助我發揮我老靈魂的這個特質這樣 AI男情歌的部分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 因為我有一段就是 可能 碰到一個女生 那他真的很愛笑 那當時我就覺得我其實 工作很忙啊什麼 不是很想談感情 可是因為 為什麼我歌詞也寫 愛笑的女人最危險 就是因為 我覺得 愛笑的女生真的很容易感染到男生 讓男生特別心動吧 對然後這首歌就是從那邊開始 就是說 雖然 我可能會很多東西 人工智慧啊 不同的程式語言 但是呢 我覺得 差這麼多 我應該是吃貨 所以 我應該難吃 說不定我也會覺得好吃 但 可以打個pass嗎 那我可以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好吃的比較多 還是不好吃的口味比較多 各半 看 50-50的 chance 好 鱗魚之間 鱗魚之間 生死決定 一瞬間 鱗魚之間 生死決定 這一瞬間 新slogan有沒有 我挑的是 我挑的是這個 給你 你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像 那種比較 輕的 預設 應該是蠻好吃的 這是不是其實是難吃的口味啊 這是什麼味道 香 香 我其實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是肥皂 喔是肥皂 對 肥皂味 那這是懲罰嗎 算 再一個 再一個 不應該多嘴的 那其實蠻好吃的啊 這什麼 這有可能是抽銀 有可能是銀子 那我變豬八戒 連抽銀都吃 鱗魚這張專輯真的很特殊 裡面 融合了很多不同曲風的歌 不管你是喜歡聽 欸 比較 就是華語大眾流行情歌的 還是你喜歡聽 可能 欸比較小眾一點的東西 還是你喜歡聽很特殊的風格 比較藍調或鄉村 裡面都有 很高興能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 10月28號 在西門紅樓 晚上八點的時候 跟我一起玩音樂 可以搜尋 莫凡心 莫是莫文味的莫 凡是平凡的凡 心是蠟筆 小心的心 莫凡心 Brian在IG跟臉書上 都可以搜尋到喔 然後 就會出去 以我的 照顧 見面 阿 你 你 我 你 好